先看一下景州石漂的特点 虎扭和盖子的过渡四零四暗 过渡很自然 但线条也交代得非常清晰 盖子是平盖 但中间略高 虎嘴最前端比较直 但视觉是喇叭形状 虎坝是圆中带方 虎坝与虎声的连接线条非常自然 饱满的气形配上围棋组也很协调 再看一下古老晚年座的石漂 则显得比较硬朗 不像早期的那么风雨 但都是好呼 各有千秋 这一把是顾景州送给戴香明的 这一把是最出名的一把 因为当时创造了紫砂拍卖的新记录 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这把是顾景州送给江涵厅的 这把是送给吴胡帆的 这一把是给唐云的 这一把是顾景州自己留的 长来半壶紫砂看看 谢谢 2010年的嘉德村拍 项明石漂以1232万元的价格 创造了当年紫砂拍卖的新记录 这明明是顾景州做的石漂 为什么叫项明石漂呢 看一下湖上的客字 为君轻易被黄歌族之曲 项明先生吴欠并提 原来是因为湖上的客字里有项明二字 项明就是代项明 是解放前上海著名紫砂商行 铁画轩的老板 在湖上书画的叫吴倩 就是吴胡帆 是个著名的书画家 他有个爷爷叫吴大成 也是个紫砂胡迷 就是和黄玉玲一起搞贡春湖的那个 看来玩胡也是要有传承的 解放前夕 紫砂行业萧条 代项明介绍顾景州 结识了吴胡帆 江涵厅 唐云等上海的书画家 顾景州在和这些书画家的交往过程中 受益肥浅并心生感激 于是做了几把石漂 分别送给代项明江涵厅 吴胡帆和唐云 并自留一把 那一年是1948年 那一年的中国风雨飘摇 顾景州34岁 那一年他把顾景州的州 改为一叶小州的州 他说这寓意一海一州 再说回那五把石漂 其中四把都是吴胡帆提字书画 吴胡帆自己玩的那一把比较特殊 是他自己提字 江涵厅画的没雀图 顾景州亲手客会的 这个没雀图 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 也没觉得有多好 其余四把 据说是顾景州的表弟 谭瑶昆克的 下一期我们来详细的观摩一下 直接练 Ent化 根据说是按摩 foundational 明跟与拿味道